江西靖安 惊现裸体少女墓葬群 打开棺果后 指尖里面躺着 47具一丝不挂的骸骨 支离破碎 脑袋不翼而飞 女性 年轻的女性 18 9岁 20岁左右的女孩子 最令人感到反胃的是 少女们全身长满绿色的神秘结晶 脑髓还躺在角落里 究竟是谁 做出此种禽兽不如之事 残害这么多花籍女孩 在这座诡异的墓葬中 专家又找到了 哪些不同寻常的宝贝 2007年某天下午 江西省靖安市 在押送一名盗墓贼时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只见罪犯面色苍白 浑身抽搐 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 我错了 不要找我 我不是故意的 起初 民警以为对方是良心发现 在忏悔 可谁料 关进看守所的当天夜里 盗墓贼便开始大吼大叫 失去了理智 无奈之下 院方只好给他注射了镇定剂 两天后面对审讯 男子道出了一件 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那天他进入牧室后 只见一排排棺材 紧锣密鼓地躺在那里 惊恐间 他大的胆子 撬开了最近的一个 然而下一秒 里面的陪葬品 顿时击穿了他的理智 等到被路人发现时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快说 面对警方的追问 男子后怕的摇了摇头 嘴里一直重复着 不要打开 不要打开 别让无辜的人看到 由于此事 牵扯到一座古墓群 事后 民警给考古部门 打去了电话 听完了来龙去脉 研究人员当即驱车 来到了事发所在地 江西静安 一片荒芜人烟的空地上 经过初步勘探 这下面确实藏着一座巨型古墓 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此地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干将两岸土地匪美经济富说 曾先后被吴国 越国楚国等争抢 难不成 这座墓的主人 是哪位不知名的贵族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 风土堆下传来了惊喜 只见墓顶已经映入眼帘 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抽水排污 主墓室终于暴露在众人面前 然而里面的景象却看得人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47具棺材 整齐的罗列在同一水平线上 密密麻麻 好像某种祭祀仪式 怎么会这样 好奇下工作人员掀开了其中的一句 下一秒 全场鸦雀无声 下面摆放了47具棺木 非常震撼 是47个棺木 在一个水平线上 非常的兴奋 太震撼了 再震撼了 我就崩溃了 一座千年大幕 47具花季少女惨遭枝解 脑髓蹦剑 浑身长满绿色的结晶 其残忍程度 远超历代君王陪葬坑 这些少女死前 到底经历了什么 墓主人为何会做出 这样禽兽不如的事 所有的真相都藏在这些重见天日的棺果里 当日棺盖掀开后 一阵浓烈的腐车位扑鼻而来 由于时隔2000多年 里面的残骸早已化为烂泥 下一秒 盛放尸体的头部位置 一件红黑色的肉状物 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 拿到面前一瞧 竟然是脑髓 样子完好无损 仿佛是被有意掏出来的 经过检查 这47具残骸的头颅 全都不翼而飞 然而最令人头皮发麻的是 尸体的胸部腿部 还长满了透明的结晶体 远远望去 犹如颤开的绿色菜花 阴森中透的鬼魅 此时后方的化验数据出来了 根据人类谷歌专家判断 这些死者生前 大都是18至25岁的妙龄女子 女性 年轻的女性 18、9岁 20岁左右的女孩子 换句话说 她们是被墓主人拿来陪葬的 真是丧心病狂 就在专家们气得咬牙切齿时 现场的一位年轻小伙 面露羞涩 把头转向了一边 原来在清理过程中 她猛然发现 棺材底部连条丝织物都没找到 这意味着47具年轻女孩 是光着身子下葬的 一瞬间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 历史上 静安远离中原 偏安一语 这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能有如此大的殉葬手笔 恰在此时 那些神秘的结晶有了结论 据仪器显示 乃是自然解诸生成的磷酸亚体 可问题来了 这种物质 需要历经百万年 才能在地下孕育 而古墓的年龄 无非两千年 它们是如何出现在 一丝不挂的少女们身上的 难不成 当年发生了 什么羞于其耻的事情 江西静安 惊现裸体少女墓葬群 打开棺果后 指尖里面躺着 47具一丝不挂的骸骨 支离破碎 脑袋不翼而飞 下面摆放了47具管 非常震撼 是47个管 在一个水平线上 非常的兴奋 太震撼了 再震撼了 我就崩溃了 最令人感到反胃的是 少女们全身 长满绿色的神秘结晶 脑随还躺在角落里 当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当考古陷入僵局时 研究人员突然从一具残骸腹中 发现了少量黑色的颗粒 经鉴定居然是来自 两千多年前的香瓜子 而且每一粒上都含有剧毒物质 单凭上面的剂量 这些少女还未将其完全消化 便相消欲养 很显然 这是一起大型殉葬事件 可墓主人究竟何德何能 能让这么多加力心甘情愿 为自己去死呢 眼下所有的疑问都聚焦在了 最中央的那具主观上 由于时隔千年 表层的七面早已松动 研究人员小心翼翼的冲洗着上面的污垢 下一秒 一块金灿灿的东西 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它嵌在棺材的侧面 外表犹如一枚太阳 通体金箔打造 上面战刻着七组龙纹图饰 据专家判断 应该是某个世家大族的族徽 下一秒 众人跃跃欲试打开了棺谷 只见各种琳琅满目的陪葬品映入眼帘 金铜顶 酒杯 还有一些雕刻华丽的饰品 单从他们本身的价值来看 牧主人起码是个王侯级别的人物 果然在后续的考古中找到了一尊木质铭 上面洋洋洒洒刻着摆字 叙述了主人的一生 原来他是春秋时期 南方某小国的君主 一辈子饮酒作乐承迷女色 因庸碌无为 王国最终在大国的尖柄中走向了末日 而他自己也因被酒色掏空躯体 死在了裴请宫女的肚皮上 事后手下纷纷倒戈 而后宫的家里们因无处可去 只能集体服毒果 与这位荒淫君王明界相会 对此 有些人持不同意见 从观国摆放的整齐程度可以看出 下葬时一切还是井然有序的 而且这些妙龄少女并非含恨而终 而是怀着对君王的感念 主动服毒自尽的 其实不管哪种真相 都不会改变后来的现状 因为在漫长的两千年里 尸体内的剧毒不断地和墓中地下水发生反应 从而在残骸上长出了绿色的结晶 对于历史而言 这是对活人殉葬至无声的痛制 对此您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